宣讀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战役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的主门大三格林讲师 请大家乐队掌声欢迎 欢迎 欢迎 第一次 今天手机发胖 我從一看回照 我那個手機就想不停來 我第一次通文電影 在幾個小時的電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忙著在接媒體的電話 發生什麼事 你們如果注意網路的下方 你們知道最近 昨天開始 有些新聞一直在做 那我是發言人 沒辦法 我當發言人 我當了一陣子 大家平常都閒閒 今天是第一次 第一次才知道什麼 就是那種 一通電話接著一通電話的熱線 到剛剛總算 到一段落 我們正式對於這次的新聞事件 所發表的正式官方的回答 都在我們官網上面 你們自己可以上官網去Check 我在這邊就不多數 我講的是說 奇怪 台湾民進入那間 突然之間 你們都這麼出名 在網路上 大家都在Google台灣民證 過去我跟台灣人說 這麼久的乏理 大家這樣子 會聽 會聽 不當一回事 這次突然 我看現在台灣沒有一個人 不知道什麼是台灣民證 這也是一個好事 就是因為這個 台湾民證 我的名聲 大家可以來研究 什麼是台灣民證 這個我們也希望台灣人 所知道的 什麼是台灣民證 簡單來說 台灣民證 不是在被佔領地區 由佔領者 替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所設立的民事證 這乾燈狗 你們可能馬上知道 這項民證 聽我們慢慢講 其實我們剛才 在講這個 前面這段新聞的時候 台灣人其實基本上 是被媒體的議題抄擾 以至於你只是專心 在媒體講什麼事情 就一直被他 扔掉 結果你知道 離台灣目前 離台灣沒有多遠的地方 飛機飛不到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地方 大事情要發生 你知道嗎 大事情 什麼大事情 南海是 昨天那個 中國跟俄羅斯的軍艦 靠近釣魚台 對不對 不大事情 過去突然沒有過 頂多是 偵察艦還是什麼 沒有武器在上面的軍艦靠近 或船艦靠近 第一次有軍艦靠近 這不得了 我們安倍換名字 叫他趁人嚇一跳 趕快處理這件事情 南海那邊不用講 南海現在多少個 航空母艦戰鬥群在裡面 你知道戰鬥群是什麼 航空母艦不是只有一台飛機在上面 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拿第七艦隊來講 就好幾台 三百架的戰鬥機 四萬到六萬名的 內力跟馬力 海軍艦附戰隊跟海軍的人群在上面 在你各國大條 光是一個艦隊裡面 三百多條到四百條的軍艦 跟著這個航空母艦 一起在那裡 南海也沒有多大 你至少幾個航空母艦在上面 目前不知道幾個航空母艦在上面 美國兩個對不對 其實沒有 還有法國的 航空母艦在那邊 下雨下雨 小小一個人的南海 所以這個怎麼樣來形容這種狀況 叫做戰鬥群密布 對不對 所有的戰士一觸即發 你要抓起來 還要打起來 每個人不知道 還在觀光 美女像像高朝秘密會 像慶仙 大海肉梳 所有的戰士一觸 不是孩子怎麼說 什麼 怎麼都在做 不足為道的小事情上面計較 在外面的那大事 圍繞在台灣發生的事 這麼多人在那裡 同時在發生 美國跟中國之間 一觸即發的 從上次的香格里拉對談 到最近的美中對談 接下去還有G7 APEC 這次連續在國際 舞台上面在對話 都是 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那你就知道這事情 底下 好像是那個壓力鍋 一直在那邊壓壓壓壓 我倒是會爆炸的 外後睡醒 這個時間點 沒有人知道 但是隨時 待會人出體後 還是你每天還在那邊忙著吃飯 睡覺上歌 看看那個手機 要看哪一個歌手做了什麼事情 誰跟誰 很卑微 很快 待會人會比這樣 被媒體叫操弄到這個地點 其實喔 我們這裡面有一個周青龍 周辦長 他在處理這個戲 他在Pacebook上面 當時 他在Pacebook上面 他在Pacebook上面 他通常 回應這些東西 他在丟一個東西出去 就把G7A給丟出去 你們知道G7A是什麼 昨天到今天 這幾個小時 他就丟過G7A 他對方一看 我是明明在講這個 公民記者的事情 丟個G7A 因為他們對明證會的印象 該怎麼 明證會把他做連結 因為看機身的跳出來 他們就去上舞 那邊查 就嚇一跳 接下去那些人就退回去 你仔細說是G7A嗎 慢慢講 來 在講G7A之前 其實有幾個概念跟大家講 這個系統 系統是一堆的規則把它圍繞起來 對不對 比如說 你公開這樣圖案很奇怪 比如說 你現在 你只會中文 你英文不好 日文不好 你只會中文的話 中文算是個系統 你如果講英文是在系統裡外 是不是 你沒有辦法 講英文的就不能進去 所以你被鎖在這個系統裡面 對不對 沒有錯 你在台灣如果只看台灣美女的話 你是鎖在台灣的系統裡面 國外的名義都看不懂 話語的 你看 你看得懂 英文你看得懂 看不懂 所以系統外發都是你們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台灣是什麼系統 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對不對 如果不封閉的話 它隨時知道外面的系統 好 台灣民政黨現在等於是外面所成立的系統 來告訴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即將會有很清楚的替換的系統 產生 那我們這個系統是什麼 是外面認證的系統 不是在它的系統裡面認證的 所以說台灣民進入沒有跟中華民國登記 當然不用登記 我們登記 對於是更大的一個組織 這個是台灣的系統以外的授權給台灣的系統 外面那個 權利 給的權利 那個更大 那個系統更大 對不對 所以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所以那個中華民進去 就把這個系統裡面掉下去 裡面那個系統人就亂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會把這個系統出來 上網查 不得了 一查就不得了 我就慢慢解釋什麼 那中間有一個字 叫rejectiveness 合作合法 合不合法 合不合法 我們對任何一個系統來講 你這個系統合不合法 我現在先不講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 對我們 那我先介紹吉斯人 吉斯人就是一個 有七個國家組織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參加的國有什麼條件 這個組織 就是你要實驗 生活標準水準最高的 生活品質啊 不光是經濟實力啊 生活品質啊 國民所得啊 對人權的尊重啊 或者自由市場的自由度啊 言論的自由度啊 對人的尊重程度 都是世界的頂級 TOP 才可以進入這個cloud 不要講cloud 就是一個組織 他叫做吉斯人 OK 那 台灣給人家辦成七大工業國 不是只是工業啦 他包括人權 各方面都是先進國 應該講說 七大經濟各方面的先進國家的一個團體 這樣夠好嗎 那這個吉斯人有多嗎 他的位階到哪裡 我們透過另外一個位階 來凸顯他的位階在哪裡 好不好 他早上你看到他 有一個一個組織的 頭前我一次是一位人 還要最組織的 走到那裡 所以你頭前覺得很組織 那麼太厚了 那些就再組織 那我們就這樣的理解 來看一下這個 等一下 那個聲音沒有在這邊 吉斯人這個國家 有請國家 有加拿大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英國 跟美國 那最近的話 歐盟 俄羅邊運營 也派出兩個代表 在這吉斯人的 開會的會議裡面 然後 在這邊有講 7個大利益 歐盟 歐盟 他是用IMF 這個 你知道IMF 什麼 國際貨幣組織 有沒有 算是那個 金融大公報的時候 他都會借錢給人家用 對不對 那這個 他裡面所承認 這是七個國家 是最 保留的 七個國家 甚至於聯合國裡面的 組織 他做好事情 都在尋求G7國家 reconition reconition 叫什麼 認可 對他的認可 你真的 真的 你認可的話 聯合國的這個組織 就得到 讚賞 他又獲得承認 通常什麼叫認可 就是你要找 比你很厲害 那你認可 這有意義 對吧 你每次選比你 好的人去認可 塞屋 我對徒弟說 阿里又要認可 保險 一定找你徒弟 找師 阿里又要認可 對不對 你去尋求認可對象 一點比你更厲害 更丟 連聯合國裡面的組織 都去尋求另外一個組織的認可 的時候 以前對台灣人說 聯合國就不得了 對不對 我們連那個 觀察員都進不去 對不對 中華民工護照 連連聯合國都進不去 對吧 他都不承認 把你擋在外面的 這種組織裡 加入都 加入不了 闖了幾十年 都沒有用 連這樣的組織裡面的 這個聯合國裡面的組織 都要尋求 所以基森人 那我們就講基森人 到底是什麼國家 對吧 結果基森人 其實就是 講到外面 就是這個世界裡面的 遊戲規則的指定者 這個世界的遊戲 就是基於國家來決定 有意思嗎 基森人最近在 伊西西馬開了 做了什麼東西 做了什麼 在我們官網上面 我們上去查 伊西西馬是什麼 就是伊勢島 伊勢島上面有一個 什麼 開了個 基森的會議 你們知道嗎 在基森島上 開了基森的會議 最近 但是很開的 你看 第一次看到 你們邀請了去上官 你看 基森人 開了這個會議的時候 他那個官方的專刊 官方的專案 一打開裡面 再介紹完那個 七大國的這個所謂官 馬上翻頁 居然是民政府 介紹民政府 專刊 專刊上面介紹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代表什麼意思 不得了 這應該說台灣人 七十年來 也沒發生最大的一件事情 從來沒有過 我講一個簡單的事情 如果台灣任何的 政府組織 或者團體 能夠上聯合國的 網站 或者報導 是不是台灣的媒體 都大肆報導 哇 不得了喔 這是什麼大新聞 對吧 教練說起來 你如果被聯合國承認 哇 這個大事情 這家人比這個大 但是更大聲 連聯合都要尋求 承認這個組織裡面 居然有台灣民政府的 專門的報導 他事業的貼圖 不得了耶 包括我們 秘書長的照片 跟台灣 台灣民政府的英文字 列在上面 我請問一件事情 台灣的破爪 你如果沒有經過這個 總編的核可 都被判上去了 不可以嗎 不要講台灣 全世界各大媒體 紐約 Times 媒體 你一定要接受 當地的檢查單位 通過你才會上報紙 那更何況 G7這樣的組織 你上到他的專刊 是不是經過嚴格的審問 對 對啊 你怎麼會很慌 這段時間居然 民進院給他 那就是叫做認可 不得了認可 但是台灣不好 因為我們的世界很小 我們被台灣的媒體操控到 台灣事業家 沒有在報告新聞 這麼大的新聞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 被世界上頂尖的國家 所承認的一個單位 就是台灣民進院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結果非同小混 怎麼都非同小混 就是你有信心 台灣民政府 你等一下 可不可以麻煩你一下 這個 幫我操作的 我要給他看官網 請他再回來幫我 好 看一下 對 你叫他過來幫我操作就好 謝謝 像這樣的單位 給我們的認可 非同小混 等於是幹一張 在G7通貨 我跟你講 你去看G7的官網 待會兒給你看 當然我們的 這個 他現在去忙一件事情 過來幫我們操作它的官網 我們就可以看到 G7的 這個單位 你不被他認可 你是不可能進到他的專判裡面 對不對 你不會在他的地理裡出現 一旦成為他的重要的 這個 要養的操作 對 來 我們在簡單的介紹 那這個G7 華盛頓 他早先叫做 G6 或者 G5 一步一步在發展 扎底 1975年的時候 他在開始 然後 他一開始都是各國的 這些有錢的國家的 中央銀行的總裁 或者 聯邦政府的 Central Bank 或是Finance List 財務部長 一起開會的地方 他應該是因為他們都聚集在哪裡 華盛頓DC的白宮的圖書館 所以他們也叫做 Vibrary Group 在圖書館裡面一群 都會討論這些問題 那一直到1986年的時候 加拿大和義大利才被加進來 所以之後還就組織人 開始成為基深的國家 然後1994年的時候 在基深的時候 因為 有一個新的團體加入 就是 俄羅斯 之前的蘇聯 被俄羅斯加入 可是他加入之後沒夠久 又被踢出去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去侵占 跟你一樣 你知道 你如果是這個基深的國家 你基本上都要做 全世界國家的榜樣 你才可以定 遊戲規則給別人 那這個國家一定是 有依靠的Rules 來統治全世界 連他自己本身也要遵守 對不對 你如果要做老闆 你說的話 你來勝負 就來遵守 你不可以說 我要做世界老闆 破壞遊戲規則 那你不行 那你不對 對不對 那這侵國的那些遵守 國際法 戰爭法 那併托人家土地這種事情 絕對是違反戰爭法 國際法 對不對 你不可以併托人家土地 那是屬於烏克蘭的土地 那是不會併托烏克蘭的 結果 基深警告幾次以後 無效 就把俄羅斯提出去 所以本來GA的國家 又回到基深的國家 是這樣子 這也有個故事要拿好玩 然後接下去 他就一直 演變到現在 他在2014年的時候 Russia was ejected from the group in 2014 following the Russia advansation of premium 各位看到了 那當初基深的成立的理由 是因為能源危機 不等於基深了 那這些事情 不光是我們在官方上面 被officially承認 你知道一旦開始 其實這個很承認的國家 既然他就會做什麼事情 一旦被承認 就好像你在大學裡面 被接受那個學校來的同事 在說 你已經被哈國大學接受了 你現在可以來我們學院書 對不對 你收到那一科系 你是不是很高興 但是還不夠 我要請幫我換到官網 我就算給他們看官網 你收到那個 那個 acceptance later 接受你進入哈國的時候 接下去不是馬上就去哈國面書 對不對 你收到之後 你要去登記 比如說好 我接受你的邀請 然後我就要開始去哈國 我跟他講我要來囉 對不對 然後你就要去他的辦公室 去登記 你說我這個註冊 對不對 然後繳學費 對不對 那之後你才會正式的學生 但是中間也過著了 來回書信 然後慢慢尋求 這個哈國學校 你會開始登記 這個人名字叫某某某 你現在是什麼系的學生 大一新生 他歡迎你進來 歡迎新生茶會 介紹你orientation 你介紹學校校園 各方面設施 宿舍給你介紹 那樣 一樣 民政府被G7 這個首領的首腦國家 接受了 接下去 民政府就要開始 怎麼樣 開始跟 主要的 國際的組織 都要開始結束 所以今天你接下去 我們會出席 但是多 現在暫時不講 各個重要的 過去東阿民國體下 都絕對不可能 一個組織 全部一一說到 到底 直接跟他們接觸 你們等著看 就好 看這事情 一步一步的 逐步發生 所以現在 發生大事情 大臺 特別是這個 中華民國 我們還真的 輕眼的看到 台灣人 今天 走的 中華民國 台北 Chinese 台北體系 裡面進去 去做總統 對不對 所以現在台灣有兩個組織 一個叫做 中華民國 美中 看到的台灣 有兩個陣子 哪兩個陣子 一個是代表中國人的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所以他最近 加入WHA 怎麼樣 不敢隨便改名 連台灣兩個人都敢講 有沒有 被利民罵 當然被罵 他們以為是 結果都完全就是 Chinese Taipei 就把你鎖進中國去了 這件事就遭到 你一旦 你宣誓進入 中華民國體系 你當然要遵照 中華民國體系完 但是另外一個體系 讓台灣人有一個選擇 這個台灣沒進步 來我們來看一段 所以我們官網這邊 來 我們有一段影片 來放一下 這段影片 來 這是我們在G7 出現之前 我們做一段 官方的英文的選擇 對 只有三次說不到 我們給你看 For many of us when we hear the word Taiwan we may simply think of a small country somewhere far away that produces many of the products we use in our daily lives and we'd be right but Taiwan , whose size 只有少器大概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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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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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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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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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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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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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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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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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